晚上好 午時佳訊 新聞開始為您跟進全新一週的燃油頂降 Round 97在下跌10銜至4.05銜 Round 95和柴油價格則保持不變 接著有政治新聞 國政兼烏統主席阿莫扎西的水災可大選言論 被眾多在野黨議員抨擊 水委會前副主席旺阿莫旺奧馬 向《馬來西亞前鋒報》指出 根據選委會1981年執行程序 選職法令下的條例 一旦發生水災或水位升高 選委會有權利延遲任何投票中心的投票程序 到另外一個日期 他指出 其實所有投票站負責人 和選委會官員都會接受培訓 而當遇到投票中心發生水患時 也有指定的投票作業程序來應對 首先 執行官會發出指令 停止一切的投票活動 相關票箱是要在所有候選人的代理人 及監票員見證下用安全貼紙緊索 以避免引起反對或質疑 之後水委會會在責定新的投票日並頒布信報 而相關的票箱將由投票中心負責人 於新日期在各方見證下解封 並繼續投票程序 旺阿末說 水委會過去曾在雨季展開選舉事務 當時是1999年的第10屆全國大選 議會在10月解散 投票日則是在11月 當時東海岸各州的雨季已經開始 只是沒有投票站面對淹水的情況 對旺阿末而言 實際上在雨季舉行選舉 並不會對水委會的管理帶來問題 另一方面 針對一些州數 可能不會跟隨國會 同步解散 舉行選舉 旺阿末也說 這將會導致不成 或需要額外花費3億5千萬令吉的開銷 而這是納稅人必需要支付的錢 眼看巫統高層不斷施壓首相伊斯麥 在今年內舉行大選 大馬民主聯合政権摩打今天召開記者會 怒斥巫統不負責任 並放話 將在本週六發動抗議 摩打中尾諾艾尼更炮轟阿末扎西的言論 先是他絲毫沒有同情心 二之後他說 我們可以 need 他們是 當年年年年中參與 囪那些欲的選舉 當年節這首的選舉 他們必願做所め的選舉 他們幸んじ 第一次 from 勞並起來 実 punished 美好的參例 也 例如 specữ 我們從未許 来年年年 我们将会有一个选择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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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桌上 24日期2022 4日到2022 全国大选的凉晨即日到底在什么时候 联邦指甲剧部长沙西丹证实 今天召开的内阁会议 确实已经讨论第15届全国大选课题 以及如何应对年尾水灾工作等 但关于大选更多事宜 沙西弹则拒绝透露更多 仅表示接下国会是首相的权利 俄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阿汉巴巴 授寻时也没有正面回应 指伊斯迈将会在之后发表文告 传达内阁的决定 说到阿木扎西 目前他所涉及的健康思维基金会 47项贪污洗黑钱及失禁控状案件 已经进入了自变程序 他的新闻灭书法兹列 惊天共称 自从认识扎西并与他共事以来 他知道扎西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慈善家 不曾拒绝任何的捐款要求 包括来自体育 不利俱乐部 媒体机构 住宅区的大众信坛等 而当中有大部分都是要求修复清真寺 支持宗教学校活动等 财务援助 法兹列说扎西是一个做善事不留名的人 而一般上在捐款时 扎西也不会检查需要捐多少 而是直接给钱 60岁的法兹列坦言 他知道扎西的前执行秘书 马兹丽娜的疏忽问题 其中包括在处理扎西个人户头方面 所犯下的错误 接着有前首相纳吉的新闻 今晚纳吉的SRC案件已经完结 但他依然还有其他案件在身 像是1MDB案件以及欠税案 高廷在2020年批准税收局的检疫判决申请 向纳吉父子追讨共超过17亿令吉所得税欠款 父子俩在去年9月9号上诉失败 无法如愿撤销税收局的检疫判决 并决定再上诉到联邦法院 两人今天成功取得庭令 暂缓执行 欠税案的检疫判决 直到联邦法院深接两人所提出的上诉为止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